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3月18号周六 由长春藤100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社团简讯 剑桥博士升学攻略继续开讲 小伙伴们带着孩子们 带着各种对升学的疑虑和问题 来聊个宝吧 距离温哥华以东130公里的哈里森温泉地区 将建成一家以当地原住民为主导的社区健康中心 BC省卫生部长 以及当地原住民斯戴欧部落酋长 出席了夏非沙河社区健康中心的奠基仪式 该健康中心将由斯戴欧部落拥有和运营 除了服务印第安人以外 也服务周边非土著社区和居民 卫生部长表示 健康中心将配备医生和护士 以及传统治疗师和辅助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等等 新的健康中心设立同时象征着BC省政府 朝着与当地原住民的和解进程 又迈进了一步 中心将为哈里森温泉周边土著或非土著社区居民 提供现代的 以人为本的 符合当地文化的健康和保健服务 BC省天然气公司Fortis BC宣布 从4月1号开始到6月底 天然气费用下调重整一家刀 该公司属于省营事业单位 为全省居民提供燃气服务 这次降价据说是天然气成本降低 温哥华都会区的居民的燃气账单 可以预期有7%的降幅 大约每月7.5刀 天然气单价从每千兆交25.159加元 降至4.159刀 据新华网报道 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显示 当前北京市的花粉种类以百数 鱼科和羊科为主浓度较高 专家表示 春季花粉过敏的元凶 往往不是颜色鲜艳的观赏花 而是那些看起来不像会开花的树木类 杂草类植物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长春藤一百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